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女女建议在沙田体育学院登上开棚巴士 市民沿途送上祝福 女子重劍金牌得主江文慧就送上飞吻 车队经过港铁大围站 大批市民在场为运动员打气 不少人鼓掌又用手机拍摄 运动员都记录了这一刻 香港为香港震光的运动员 我一定要来见见 当面见就好一些 好过看电视 有些现场感好很多 气氛好很多 冲心 我想作为香港人都多谢他们 特别何师傅说到他说他是土生土长 好感动 我想他是真心 我的香港 多谢他 从新界到九龙 车队员尼丁度慢洗 沿途都有市民向运动员挥手 参与的包括游泳的张芯月 乒乓球手杜海琴 旺振亭等 还有跆拳道单车游道 同繁船共15名港队代表参与 来到尖沙咀钟楼 市民游客共同为运动员欢呼 江文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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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加油 江文慧以心心回应 人潮逼满巴士总站 车队之后去到尖东海旁 有公司组织员工拉起打气环颜 欢迎港队运动员从巴黎海船 车队经过洪水过海 愿轻离私道 皇后大道中 到达中环天升码头 加油 在场的市民不断为港队运动员立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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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你们每一位了 加油 加油 巡游期间都下着雨 康民署原定安排运动员去到巴士下层避雨 着重他们全程留在上层 向市民表达借意 看得很清楚 而且运动员都很好人 很热情地和人打招呼 香港人是精神 继续加油 为香港振救 车队旗后到达立法会 主席梁均燕和多名立法会议员 拿着打气纸牌迎接 并和运动员大合照 好 这次活动不是所有港队代表都有出席 例如奪得巴黎奥运花剑男子金牌的张家朗 就因为不在香港所以没有出席活动 无线电视记者邓杰盈不得 一批巴黎奥运港队运动员 在巡游结束之后 到天马公园一间咖啡店 同学生闭门交流 分享参与奥运的经验 之后同学生在天马公园草坪合照 一纵运动员之后 到礼宾府出席由行政长官李家超设的五宴 表扬运动员和代表团成员 在奥运的结出成就和努力付出 政府和港协企奥委会下午在政府总部 为港队运动员举行欢迎仪式 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 感谢运动员的付出、努力和成绩 形容他们都是市民心中的英雄 向全世界展示香港人 拼搏进取越强越强的香港精神 你们每位都带给香港市民 振奋、支持 以及蓝眼心情的好成绩 回来香港 你们每位都是市民心中的英雄 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各位港队运动员作出练福年的努力 克服伤患痛挫等多方面的挑战和困难 展现出无比韩力和决心 我们都感受得到 证明香港运动员都有在国际体坛增一席位的能力 李家超有感谢各界在不同岗位支援运动员 政府会继续培训体育人才 并且优化体育设施 政府一直跟体院和体育总会等保持沟通 不断强化运动员资助机制 和资助监项等培训系统 香港体育学院正就运动员 直接资助机制进行检讨 预计在明年初之前就会完成 政府会继续全力支持体育城市 支持香港建议参加国际比赛 我祝愿各位运动员 继续在世界舞台上再创佳绩 赞放异彩 多谢大家 转体下 高盟委员会发布中财重案 建议向中国电动车加征反补贴关税 但税率有所下调 在北京 商务部高度关切并且坚决反对 强调中方将会采取必要措施 捍卫中国企业的权益 欧盟委员会星期二发布 针对中国进口电动车的中财草案 建议欧盟27个国家 向其加征17%至36%的反补贴关税 至少5年 今次中财重案的关税 较上个月提出的临时关税有所下调 当中信息集团加征税率为36.3% 吉利汽车为19.3% 比亚迪为17% Tesla从中国出口至欧盟的电动车 税率下调幅度最大 由7月建议的20.8%减至9% 委员会解释Tesla主动配合调查 而且它在中国的投资结构相对简单 相信Tesla获得较少补贴 但重申其他中国车企仍然广泛受惠于补贴 需要加征关税 受影响企业可以在10日内要求举行听证会 委员会在出最后决定后再交由成员国投票表决 并会在今年11月4日之前作出最终裁定 在北京 商务部发言人表示 欧盟的中裁披露并未充分吸纳中方意见 仍然坚持错误做法 裁出高雅税率 强调中裁披露并非基于双方认可的事实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高度关切 又说欧方在调查各环节的做法不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 是以公平竞争为名 行不公平竞争之实 发言人说 中方致力于通过对话磋商 和欧方妥善处理贸易争端 中方将採取一切必要措施 坚决捍卫中国企业正当权益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也坚决反对欧盟加征关税 认为会为在欧的中国企业 带来极大风险和不确定性 损害中企在欧经营或者投资的信心 无线电视记者黄思琪报道 对于欧盟打算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反补贴关税 内地生能源车龙头比亚迪说 会透过多样化产品换解加税影响 并且会在欧洲切生产基地 影响的话肯定是有一定影响 但是对比亚迪来讲的话 其实你也知道 我们是加了17%的关税 那么因为我们在欧洲 已经开始销售比亚迪的PHEV PHEV的产品它没有在加税当中 那么这是一个产品的多样化 会缓解加税的一个整体的影响 今天欧洲市场和中国市场 在新年汽车发展的速度 是比较快的两大区域 那么东南亚的话 我们也非常看到 其实新年汽车的普及速度 也是非常快的 因此从比亚迪的这个布局来看的话 我们把第一个生产基地放到了东南亚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也会在欧洲有我们的生产基地 一节最新的消息 澳门行政长官何一成宣布 不会参加第六任行政长官选举 接下来有交通消息 请留意 回来新闻时间 警方新界南总区 赌破弹票党诈骗集团 拘捕17个集团成员 新界南总区今年上半年 录得4561宗骗杆 涉款7亿8千万 较去年同期的1亿4700万 多超过4倍 为了打击区内的骗案 警方过去两天总共征破54宗案件 大部分是网上购物骗案 也就是弹票党 骗徒传入空投资票 再偽造转上记录和短信 骗取卖家的货物 总值大约110万 警方成功以串谋诈骗 拘捕集团17个骨干成员 年纪最小的只得13岁 为集团做跑腿 至于假克服骗案 新界南总区就征破6宗 涉款230万 拘捕6个快女户口持有人 7个男女包括屠龙小队成员 被控村谋爆炸案 法官继续引导陪审团 法官将为宁重温被告李嘉田的证供 李嘉田说因为贪小便宜而留在屠龙小队 以获得王振强的资助 他只是出席小队大约一半活动 即使出席也从没参与堵路或装修 李嘉田又公称屠龙小队在过往行动之前 都会租安全屋 2019年12月8号凌晨 他因为饮酒消遣而没前往安全屋 控方在盘问期间多番质疑 李嘉田以往参与示威的角色和行为 法官表示 如果陪审团认为李嘉田曾经作出冲击警察 暴动、纵火等没有被起诉行为 可以用这些资料考虑本案事件的背景 但不可以因而判断他有干犯本案的倾向 房协公布加租大约一成 10月生效 头三个月有欢眠 房协租户租金两年检讨一次 房协执委会最新通过2024至2026年度计租金检讨结果 今年10月开始 20条出租屋村的租金上条百分之十 甲类租户即是低收入家庭的租户 每个月平均要给多大约230元 月内较高入息家庭需要给多大约640元 房协华家中安排已经平衡居民的负担能力 和屋村营运持续发展 而因应社会目前经济状况 决定向租户负负面头三个月的额外租金 即是明年一月才要交新租金 将会收小近2400万的租金收入 另外都设有租金援助计划 唯有短暂经济困难的合资格租户 减免四分之一或者一半的租金 至于父户就会如期在10月开始 缴交新租金 房协华出中屋村老化 过去两年营运开支 包括优化屋村设施等等上升 营运账目录得亏损 未来两年将会持续录得营运亏损 无线电视记者吓家軒不道 看港股收市表现 恒生指数收市报17391点 跌120点 总成交超过938亿 最活跃港股收市价 刑户基金跌1毫2 京东集团跌9.8 腾讯控股升1.2 阿里巴巴跌4.5 快手跌4.4 恒生中国企业跌5毫8 南方恒生科技跌5先4 小米集团跌1毫6 友邦保险跌7毫 美团跌4毫 主要蓝筹股表现 汇丰控股跌5毫 友邦保险跌7毫 中国移动升2毫 港交所跌3.4 香港中华煤气跌9先 恒生科技指数跌63点 报3434点 欧洲股市三大指数全线上升 伦敦富士100指数升15点 巴黎剑指数升23点 德国DES指数升54点 其他消息 中亚国家亚塞拜疆 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到访之后的第二日 正式申请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 有舆认为 在乌克兰危机之下 俄罗斯越来越依赖 亚塞拜疆等国家进入全球市场 亚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 星期一在首都巴赴 和国事访问当地的 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 期间双方的联合声明提到 亚塞拜疆希望加强 和金砖国家的合作 俄罗斯表示支持 亚塞拜疆外交部 只有一日发表声明 说已经递交加入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正式申请 亚塞拜疆位于东欧和西亚交界 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丰富 在俄乌战事之下 更加成为欧洲重要的能源供应国 美联社引述分析说 俄罗斯对乌克兰展开军事行动之后 受到多国制裁 令俄方越来越依赖 亚塞拜疆等国家进入全球市场 而亚塞拜疆在上个月 和中国发表的 《关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中 亦都曾经表明加入金砖国家的意愿 中方表示欢迎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在2006年启动 最初是指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 之后南非在2010年12月正式加入 随着沙特、阿拉伯、埃及、亚联邮、伊朗和 埃塞俄比亚今年1月加入 令金砖成员国增加到10个 有美国传媒指出 金砖国家已经包括一些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国 它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占全球的四分之一以上 而它的影响力似乎将会继续扩大 南非去年6月曾经透露 有超过40个国家表达 希望成为金砖国家成员的意愿 并在今年初华有超过30个国家递交书棉申请 无线电视的只在南铃山报道 澳洲一份研究显示 当地四分之一人口的生活地区 托移服务严重不足 专家呼吁政府补贴托移服务供应商 吸引他们去偏远的地区经营 墨业本妈妈马查多当初搬屋来到这里 是因为看众小区设施 但是她后来发现 当地托移名额非常有限 她找了几个星期都找不到空位 维多利亚大学研究 澳洲等9个发达国家的托移服务 发现近600万澳洲人 即是总人口大约四分之一 生活在托移服务沙漠 即是每个名额有最少3个幼儿竞争 当中超过68万人生活的地区 更加完全没有托移服务 数据比四年前有所改善 但是城乡分配不均的情况就更加严重 最偏远的地区民众住在托移服务沙漠的机率 是大城市的3.7倍 比四年前的2.3倍大幅上升 按照地区来看 肯培拉首都令地托移服务最好 平均每1.6个儿童争一个名额 西澳和塔斯马尼亚就最差 每2.8个儿童争一个名额 有专家说可能是和这两个州 没有色尼、墨尔本这样的大城市有关 现在澳洲政府主要向家庭提供补贴 而挪威、瑞典等托移服务更加好的国家 就是补贴服务供应商 专家赋予当国仿效北欧国家的组法 从而吸引更多托移服务供应商 去到偏远地区经营 无线电视记者占纯印报道 不少人每日要吃很多药 甚至因此而产生精神压力 澳洲一间大学团队研究用3D打印技术 将多种药融合成一粒药丸 或者制造成不同的形状 希望帮到病人、小朋友以及视障人士服药 一起看看 利用3D打印技术 能够打印玩具 牙齿无形甚至是异议 不过澳洲昆士兰大学一个团队 就更进一步研究用这种技术 将多种药融合成一粒药丸 研究人员说 这项技术有助舒缓病人压力 减少复若不足或过量的情况 製成特径图案 还可以减少儿童的抗拒 和帮助视障人士 法国等地已经就这项技术 展开临床试验 不过澳洲相信仍然要多几年 才可以正式应用 无线知识记者 占纯因报道 大家好 海洋公园再发布大熊猫龙凤胎的新片段 原方说片段中见到的是家姐 见到她在皮斗那里脚强强强 一对龙凤胎上星期四出生 海洋公园主席庞建仪 昨日说两子弟情况持续稳定 会一直监察他们的举动 如果有任何问题或异象 专家会有特别安排 巴黎奥运港队代表团 坐开棚巴士在多区巡游 接受市民的祝贺 巴黎奥运港队建议 在沙田体育学院登上开棚巴士 市民沿途送上祝福 女子重劍金牌得主江文慧 就送上飞吻 车队经过港铁大围站 大批市民在场为运动员打气 不少人鼓掌又用手机拍摄 运动员都记录了这一刻 香港为香港震纲的运动员 我一定要来见一下 当面见就好点 好过看电视 有些现场感好很多 气氛好很多 冲心 我想作为香港人都多谢他们 从新界到九龙 车队员尼丁到曼西 沿途都有市民向运动员挥手 参与的包括游泳的张芯月 订奔球手杜海琴 旺振亭等 还有跆拳道单车游道 同返船共15名港队代表参与 来到尖沙咀钟楼 市民游客共同为运动员欢呼 江文慧以心心回应 人潮碧满巴士总站 车队之后去到尖东海旁 有公司组织员工拉起打气还押 欢迎港队运动员从巴黎海船 车队经过洪水过海 远远尼斯道 皇后大道中到达中环天星码头 在场的市民不断为港队运动员立喊 选游期间都下着雨 康民署原定安排运动员去到巴士下沉避雨 最终他们全程留在上层向市民表达借意 看得很清楚 而且运动员都很好人 很热情地和人打招呼 香港人是精神 继续加油 为香港振光 车队旗后到达立法会 主席梁坤燕和多名立法会议员 拿着打气纸牌迎接 并和运动员大合照 这次活动不是所有港队代表都有出席 例如奪得巴黎奥运花剑男子金牌的张家朗 就因为不在香港所以没有出席活动 无线电视记者邓杰盈 政府和港协旗奥委会下午在政府总部 为港队运动员举行欢迎仪式 行政长官李家超支持的时候说 感谢运动员的付出、努力和成绩 形容他们都是市民心中的英雄 向全世界展示香港人 勤勃进取越强越强的香港精神 你们每位都带给香港市民 振奋、支持 以及蓝眼心情的好成绩 回来香港 你们每位都是市民心中的英雄 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各位港队运动员 作出练福年的努力 克服伤患痛楚等多方面的挑战和困难 展现出无比韩力和决心 我们都感受得到 证明香港运动员 都有在国际体坛增一席位的能力 食环署八个职员涉嫌在招聘过程中 优待三十六个应声者被控处谋犯 值公职作出不当行为罪 其中七个人否认控罪 案件在区域法院开審 八个被告有五个是首席小贩管理主任 三个人是处理首席小贩管理主任 当中七个人在案发之后已经先后退休 控方陈迟说 认罪的首被告罗细华在职期间得息 助理小贩管理主任招聘活动有不成文规定 会聘请现职或者退休食环署职员的亲友 罗细华制作名单 当被告等人在面试中遇到名单上的认证者的时候 会给予优待或者一些人情分 有人原本不合格 因为在名单上而获补住 案件涉及2019年一次的招聘活动 大约2100个认证者获邀参加面试 期间被告互相发送信息 村谋优待36个认证者 海关搜查多个零售点 检获5000件怀疑墓牌物品 并首次发现有夹公仔机 以怀疑墓牌香水作奖品吸引黑人光顾 检获的怀疑墓牌香水涉及十个不同的牌子 还有六部涉事的夹公仔机 海关早前接纳举报 说有店铺向客人提供售卖墓牌香水和护肤品等等 今个月八号去到星期二 在商标持有人陪同之下 去到旺角 葵冲 东冲等 突击搜查十间店铺 包括药房和三间夹公仔机店 一共检获5000件的墓牌物品 当中首次发现有夹公仔机的店铺 以墓牌香水作为奖品 为了提升客流量和营业额 将香水这一类在夹公仔店 比较少见到的产品 放在他们店铺里的夹公仔机 吸引顾客 但同时他们为了降低他们的营运成本 而向顾客提供来历不明的墓牌香水 这个行为其实是旺顾了消费者的健康 去关亦都在药房等发现大批的墓牌香水 化妆品、护肤品等等 就介正货价钱的两成去到五成 介乎30去到350元 部分检获的香水款式 在市场上其实是从来没有相同容量的 正货产品出产过 涉案调破在销售这些墓牌香水的时候 会向顾客讹清 这些是属于正货的试用装 检获的墓牌物品它的质素是比较参差 印刷、包装各方面都是比较粗糙的 消费者如果细心观察 也应该可以分辨到真矮 海关华行道里面拘捕八个男女 检获的货品和设备一共大约值33万 已经送到政府发炎所发炎 本天是记者在流传欲部 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 反战示威者到芝加哥的 以色列领事馆外面抗议 期间和警方推撞 当地法律援助组织表示 至少72人被捕 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 第二日会议 芝加哥街上继续有示威 反对袈裟战士 大批戴上面罩的示威者 是距离会场大约三公里外的 以色列领事馆外抗议 不务美国支援以色列 并呼吁袈裟停火 民众高叫口号 又高句巴洛斯坦旗 有警察在领事馆内驻守 当地传媒报道 有部分示威者尝试冲击警方防线 入夜之后 领事馆外仍然有大批民众聚集 有人包围警车 警方捉起人场 阻止示威者接近领事馆 当局其后驱散示威者又拘捕多人 示威活动随后平息 预计未来几日继续入示威 无线电视记者黄思琪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 举报为一行主要针对中国核武库存 迅速扩张的机密核战略计划开绿灯 白宫说有关计划并非回应任何单一国家或威胁 中方对有关报道严重关切 强调中方无意搞军备竞裁 美国纽约时报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已经在今年3月 批准一项高度机密的核战略计划 是美国第一次针对中国迅速扩张核武库存 而调整威胁战略 战略被称为核应用指南 大约每四年更新一次 主要应对可能出现的中俄和北韩联手发起的核挑战 报道引述消息说 有关方面会在拜登离任之前 向国会提交一份更详细的解密通报 分析认为中俄关系日渐加强 加上北韩和伊朗向俄罗斯提供武器攻打乌克兰 促使美国作出改变 拜登今次调整威胁战略 反映明年1月无论谁入主白宫 都要面对有别于3年前更动荡的核形势 日零俄罗斯总统普京曾经多次威胁 要对乌克兰动用核武 以来中国的核武库存扩张速度 被指教美方情报两年前预期快 美方估计未来10年 中国的核弹投数量或者会增加至1500枚 可能跟美俄看齐 在北京外交部队有关报道表示严重关切 事实充分证明 美国近年来不断翻炒所谓的中国核威胁论 不过是为自己推卸核财军责任 扩张核武库 谋求压倒性战略优势 寻找借口 发言人说中国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政策 坚持自身防御的核战略 无意和任何国家搞军备竞赛 又说美国才是全球最大的核武威胁战略风险制造者 中方敦促美方 切实履行核财军特殊优先责任 停止延伸威胁 扩大核联盟等等 破坏全球和平稳定的消极举动 无线电视记者杨洁尔报导 澳门行政长官韩一诚宣布 不参加10月举行的第6任行政长官选举 韩一诚在声明说 对澳门有着深厚的感情 为澳门发展已经揭尽全力 但因为身体健康还未全面恢复 考虑到澳门长远发展 从大局出发决定不参加选举 他说会全力支持第6任行政长官 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 由冲心感谢五年以来 中央、澳门社会各界和居民 对他的充分信任和坚定支持 以及公务员的配合 韩一诚自6月21日开始宣布休假 原定休假13日 之后再两度延长到上个月的29日 最终连续休假过几月 在今个月1日 曾经出席解放军驻澳部队举行的慶祝活动 当局曾经说他利用休假进行身体检查 并且接受必要诊疗 身体状况良好 食物安全中心发现由骗途 艺务中心社交媒体的账户和网页 呼吁市民要提高警觉 中心表示有关艺务账户和网页 亦涉嫌盗用中心的标记 用于其账户头像和网页上 中心提醒市民 他们的社交媒体专业 不会在贴文的留言栏 要求参与活动的市民 点击任何外部连结 或者要求参加者提供银行 或者信用卡资料 重心演奏事件转交警方调查 呼吁曾经向怀疑艺务账户 或者透过相关连结提供个人资料的人 应该考虑报警求助